金石財經 電石成金 大家好 我是曾靜一 來看今天的重點財經新聞 總理李強在博敖指出 中國經濟增長動能強勁 中國的確定性是維護世界和平 和發展的中流砥柱 巴西宣布跟中國的 雙邊貿易不用美元 有經濟支付之證的奧尼爾 呼籲現在是抗衡美元霸權的時候 葉祥認為美元的拐點已經到來了 一項調查指出 紐約金融競爭力跟倫敦持平了 主要是因為上市公司數量的關係 而標普認為 香港樓價今年全年會升8% 在不確定的世界當中 帶來確定性 那就是中國 總理李強在博敖亞洲論壇開幕時上 至此指出 中國為全世界帶來確定性 有幾個原因 第一個是中國的經濟增長動能 態勢強勁 還有中國的確定性是維護世界和平和發展的 中流砥柱 國務院總理李強表示 不論世界發生什麼變化 中國將始終堅持改革開放 創新驅動 中國會用和平和發展的方式 邁進現代化社會 為亞洲和世界經濟增長帶來強勁動能 他表示當今世界變亂交織 人類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 不確定不穩定難預料成為常態 未來亞洲要實現更大發展 絕不能生亂 否則就會自亂前程 國務院總理李強首先與出席 國澳亞洲論壇2023年年會的多名代表合影 香港方面的代表包括行政長官李家超等 在主持講話中 李強說 當今亞洲和世界都處在歷史演變的十字路口 不確定不穩定難預料成為常態 他就強調要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維護世界和平穩定 亞洲絕不能生亂 絕不能生戰 否則就會自斷前程 反對濫用單邊制裁和殘壁管轄 反對選邊站隊集團對抗和新冷戰 我們堅持以和平方式 解決國家之間分歧和爭端 共同維護世界的和平安寧 李強說要進一步促進亞洲區域經濟一體化 推動中國和東盟自貿區3.0版本的談判 他強調反對貿易保護主義和脫鉤鍛鍊 而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 他認為中國創造了經濟快速發展 社會長期穩定這兩大奇蹟 本身就是對世界的貢獻 可以說在不確定的事件中 中國的確定性是維護世界和平和發展的中流砥柱 過去如此 未來和當下更是如此 無論世界發生什麼樣的變化 我們都將始終堅持改革開放 創新驅動 一個長期穩定 一心發展的中國 一個腳踏實地 勇意前行的中國 一個自信開放 樂於共享的中國 一定是世界繁榮穩定的巨大力量 在主旨發言中 李強也用相當的篇幅 談到中國經濟 他說中國增長動能和態勢強勁 一到二月呈現恢復向好 三月的情況會更好 投資消費等指標向好 就業和物價穩定 市場預期也明顯改善 就強調 中國下一步會穩字當頭 鞏固恢復態勢 並繼續擴大市場規模 我們將在擴大市場準路 優化營商環境 保障項目路的方面 推出新的一系列舉措 不斷地優化國企港杠 民企港船 外企港頭的制度環境 我們將有效防範化解 重大風險 特別是要保持我們國家 金融運行的整體穩健 牢牢守住 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 我們有信心 有能力 推動中國經濟 這時候巨人 乘風破浪 行穩資源 為世界經濟發展 做出更大的貢獻 在主持演講的最後 李強說 第19屆亞運會今年9月 將在浙江杭州舉行 疫情讓相會延期 雖然大家對於相聚 格外期待 他說從海南博敖到浙江杭州 開放的中國一路都有好的風景 有好風景一定會有新經濟 而有新經濟就一定會有 合作共享的機會 鳳凰衛視 呼鈴晨曦趙偉 海南博敖報導 相關消息現在馬上連線 同樣是出席博敖亞洲論壇 現場的評論員朱文輝 文輝 你好 今天總理的講話 大概是有25分鐘左右的時間 你在現場觀察 主要是談到哪一些 現在全世界都很關注的 一些焦點或內容呢 李強總理的主持演講 是新一屆政府就任之後 一次集體的也是非常重要的 向外界傳遞 下一步中國如何發展 特別是對全球的一些熱點 他也做了充分的回應 他在這個演講當中 一上來就是就本次博阿論壇的主題 如何來應對世界的不確定 開始入手 那麼是談到了在過去10年 中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 一些實踐 比如說提出了全球的發展倡議 全球安全倡議 和全球文明倡議 還有一帶一路 還有現在呢 在一些世界的熱點地區 來通過政治解決問題 來勸和出談 當然大家更關心的是 亞洲的發展 所以在這個亞洲這一部分 他談到了我們如何來共同守 和平發展的穩定環境 那麼我們是如何去打造 具有活力的經濟增長中心 還有呢 如何有效的拓展合作的渠道 還有呢 非常重要的就是要加深 坐實這個人文的交流 所以對於這個全球和亞洲的局勢 談了這個總的這個發展方向之後 其實我們看到在全球治理當中 亞洲時刻 中國方案到底是怎麼樣的 在整個主旨演講當中 已經是有一個非常明確的闡述 在亞洲方案當中 最重要就是中國本身的發展 那麼在今天的這個演講當中 總理李強如何談中國經濟 我們知道他篇幅是用了很多 你自己的觀察又是什麼呢 談中國經濟方面 當然大家也非常關心 在李強總理的主旨演講當中 中國經濟和中國與未來的關係 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關係 因為外界特別是西方那邊 現在有一種話語權的誤導 說中國的發展是全球的挑戰 還有人說是全球的威脅 那麼李強總理談得非常清楚 中國在未來到本世紀中業 在實現現代化的過程當中 其實我們是要做好自己的事情 但是我們做好自己的事情的同時 也是要和平發展 和世界的其他國家 其他地區合作共贏 所以這一點就是非常明確地 去回擊了外界的這種質疑 同時我們也看到中國的發展 它一定會給世界提供機遇 當然大家也非常關心 就現在中國經濟到底恢復發展的動能 和態勢是什麼樣的 那麼我們又看到 他用自己剛剛到海南這兩天 調研的實際感受和大家進行分享 他也和格爾基耶瓦 國際匯備經濟總裁來進行交流 比如說各國都調高了中國經濟今年增長率 那麼從海南的實際情況來看 他舉了一個例子 比如說像今年海南的消費和旅遊 這個恢復的勢頭發展的勢頭就非常好 那麼這個原來是春節就是叫黃金周 現在已經是黃金月已經完成了 馬上就是黃金季 所以中國的發展其實是可以給 包括亞洲在內的世界各國 帶來非常好的這種發展的機遇 到最後他還非常風趣地賣了一個廣告 就是歡迎各界朋友到今年杭州的亞運會來參與 因為這個有風景就一定有這個新的機會 這個就是我今天在柏澳的觀察 謝謝文輝 中國這段時間向全世界更加明確展示開放 而且是高水平開放 不只是在柏澳期間 也不只是在海南 還有從廣州 深圳甚至到東北 我們都可以看到這樣一系列的決心的展現 來看一下 總理李強在出席波澳論壇之前 29號到海南調研 他強調要加快建設中國特色自由貿易港 說要認真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重要指示 批示精神 增強責任感緊迫感 加快建設具有世界影響力的 中國特色自由貿易港 李強說只有管得住才能放得開 要推進軟硬件建設 深入開展壓力測試 大力提高智慧高效協同監管能力 為2025年年底全島封關運作 打下堅實基礎 還有中國投資中國年 29號在廣州揭開訓募 這是商務部主辦的 投資中國年系列活動 第一場是28到29號在廣州舉行 過百家的中外企業高層出席 促成了905億元人民幣 而中國跟德國的中德深圳經濟論壇 29號開幕 在中國的德國企業希望繼續 升更多個新興領域 中國高水平開放 給外資有更大的發展空間 29號這是以中德合作星期點 作造未來50年為主題的 中德深圳經濟論壇開幕 在現場也吸引了博澤中國 保時捷 英費林等超過100家德方企業 來看我們記者的報導 1997年深圳便與德國柳倫堡 正式締結有成關係 20多年來雙方在經濟 科技 文化等領域 始終保持著密切關係 在論壇開幕式上 深圳市市長秦偉忠表示 希望進一步深化與德國 再擴大投資貿易規模 強化科技創新等方面的合作 深圳將營造更加市場化 法治化 國際化的一流營商環境 為德國企業投資深圳 興業發展 創造最好的條件 為中德構建面向未來的 全方位戰略夥伴關係 做出更大的貢獻 商務部數據顯示 中國已連續7年成為德國最大貿易夥伴 兩國相互投資存量近600億美元 德國工商大會 全球對外貿易首席執行官特雷耶指 德國的大中型企業 一直高度稱讚深圳的投資環境 並表示德中之間的合作機會 人有很多 近300家德國和深圳企業也在開幕式上 確定了128個合作意向需求 並集中展示了涵蓋軟件信息 職業教育 新能源等領域的合作成果 鳳凰衛視 陳偉錫 伍之辰 深圳報導 您好 中國正是吸引外資 國家副主席韓正最近在北京 連日來都會見了好多位 國際級的企業家 我們看看對一些企業家當中 韓正說了些什麼 韓正說中國開放大門越開越大 希望這些外資企業 能夠在中國扎根 韓正說對實現今年5%左右的 經濟增長目標充滿信心 並強調中國開放的大門只會越開越大 韓正是27還有29日分別會進來 中國出席中國發展高層論壇的 匯豐行政總裁齊耀年 太古集團行政總裁施明倫 亞培公司董事長羅富德 安聯集團董事會主席貝特 施奈德電器公司董事會主席趙國華 讚揚這些跨國公司 多年來為中國經濟發展 做出了積極的貢獻 而內地官方媒體上政報就說 中國商務部 國家發改委 中國貿錯會等多個部門 正在醞釀政策舉措 更大力度地吸引外資 東北新聞網就說 沙特阿美投資東北總投資超過了 800億元的中砂合作鏈化工程 在29日正式開工了 那麼這是中砂兩國攜手共建的 精細化工和原來工程項目 在29日正式開工 全面進入工程的施工階段 還有一個消息是 沙特阿拉伯同意加入上海合作組織 沙特已經批准了一份備忘錄 承認他們在上河組織的對話夥伴地位 這也代表了沙特這個中東國家 跟中亞國家跟中國的關係 更進一步的緊密的推進 下一條來關注的就是 美元的影響力和美元的拐點 是不是已經到了 待會兒來分析 歡迎回到金石財經 這一節的重點我們要放在一個 可能是未來的大趨勢 那就是減少使用美元 或者是放棄使用美元 又或者是減少美國的貨幣政策 外溢效應對全球金融市場的影響 這可能會成為一個趨勢 我們首先從巴西方面的宣佈開始 巴西總統盧拉因併延期 到中國的訪問行程 現在可能會延到了4月11號 而巴西跟中國這幾天 仍然熱烈地在舉行洽商會 3月29號巴西在北京舉行的 巴西商業研討會上 宣佈建立人民幣清算所 允許兩國企業以人民幣結算交易 中國工商銀行將負責在巴西 營運人民幣清算所 讓巴西和中國企業使用人民幣 進行商業交易和貸款 降低對美元依賴 巴西財政部國際事務司司長羅希托說 中國工商銀行 是一家大型的中國金融機構 能夠保證 讓巴西企業的收益 立刻轉換為人民幣 過去13年 中國一直是巴西最大的貿易夥伴 2022年 兩國間的貿易量達到 破紀錄的1500億美元 還有中國跟巴西的多家企業 也簽訂了合作的協議 那麼對於巴西人民幣清算所 跟中國這邊建立這個清算所 中國外交部表示 巴西人民幣清算安排的建立 有利於中國跟巴西兩國企業 和金融機構 現在加快本幣跟人民幣的互換 不只是巴西而已 還有俄羅斯 因為俄羅斯相信中國 俄羅斯央行在星期三發布年報 說央行的外匯和黃金儲備資產 都存放在俄羅斯境內 而人民幣資產 大部分是中國政府發行的證券 也就是公債 俄羅斯央行在年報中說 已經加速將儲備投放於 不能被不友好的國家 凍結的安全資產 而這些他們投放的安全資產 就包括了黃金 人民幣 還有以現金形式持有的外幣 1991年蘇聯解體之後 美元多年來一直是俄羅斯 最主要的儲備和結算貨幣 但是人民幣現在 儼然成為一股主要的力量 人民幣在俄羅斯進口的佔比 從去年的4% 已經大幅度約升到23% 全世界現在一個不穩定的來源 是美聯儲的貨幣政策 而美聯儲收緊貨幣政策 這一段時間來造成全球的 這個金融市場再次不穩定 這種外溢性如何能夠減低 有金磚支付之稱的奧尼爾 就認為說現在最重要就是 金磚應該擴大成員果 來減低這種美元霸權的影響力 奧尼爾說 美元在全球金融市場當中 扮演的角色過於獨大 每當聯儲局展開貨幣緊縮 或者相反的貨幣寬鬆週期 他們對美元價值的影響 和連鎖效應都非常戲劇性 所以他認為現在金磚四國當中 除了金磚四國之外 後來加入了南非 現在應該更加入那些 新成員至少有1億人口 而且規模比較大的 比如說印尼 孟加拉 越南 巴基坦和菲律賓等亞洲國家 可以成為金磚的候選國 墨西哥 土耳其 尼日利亞 埃及 和愛塞俄比亞也都可以考慮 說如果目標是對抗美元的話 那麼納入沙特拉伯跟伊朗才有道理 因為他們是全球最大的產油國 更多有關的消息馬上連續的是 會議信資本董事總經理葉祥 請他來幫我們分析 葉祥您好 金瑜您好 我們一直在長期關注 這個美元影響力的問題 所以第一個問題要請教的就是 剛剛我們的消息 從巴西到俄羅斯 再到金磚支付呼籲等等 要減少美元的影響力和霸權方面 您認為現在全球的政經形勢之下 美元的拐點是不是已經出現了 是啊 我認為是2022年應該是說 美元作為全球的主導貨幣的拐點 在去年就已經出現了 當然原因就很清楚 一個是美國把全球的公共品 美元作為政治武器 將導致其他國家對政治分析因素 考慮的成為一個最重要的考慮因素 因此就要希望能夠通過本幣 或者非美元的結算工具來替代美元 來減少這個美元本身的 可能給本國帶來的潛在的一個巨大的風險 那如果說前前使用美元的國家或者經濟體 越來越少了 那麼這個美元的網絡就越來越小 因此美元的價值自然也就要萎縮了 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 美元這個拐點應該已經出現了 對 美元拐點出現 當然最主要觸發的原因就是 大家對美元的不信任各種原因 最重要就是去年他們針對俄羅斯的制裁 但是從歷史長河來看的話 一個貨幣的影響力 是不是在歷史當中也有盛極必衰 那樣的一個必然性出現呢 是 從歷史上說 大概一個主導 國際的主導貨幣吧 最長的就是西班牙 也就是114年 然後我們上一個美元之前 英鎊也就不到這個100年 也就結束了 那麼美元開始主導 現在歷史學家通常認為 在1921年開始 那麼到現在也就是102年了 那麼這個通常是跟這個國家經濟體 在全球的地位相連的 當然時間上呢 可能會有所錯開一個 兩三年三五年 但是基本上是跟它的經濟體 這個一致的 當你這個經濟體 在全球不再作為主導經濟體的時候 那麼同樣的 你這個貨幣 也就很難作為一個主導貨幣 好的 非常謝謝葉祥 我們所做的分析 第一個就是美元的拐點 在2022年已經出現 從歷史長河來說 美元的影響力也差不多了 馬上看了一下會價 人民幣今天對美元收盤的時候 最後上升102個基點報 6.8781 美元跌到了102.4附近 日元132上下 英鎊上升到了1.23 一項調查顯示 倫敦金融城失去了 作為全球頂級金融中心的 唯一領導地位 主要是因為上市公司數目在減少 倫敦金融城在30號表示 隨著越來越多的公司在美國上市 紐約在全球金融中心的排名 從原來的第二上升到第一 已經跟英國倫敦起名 倫敦不再是全球金融中心的 唯一領導者 這是倫敦金融城發布 最新的年度調查顯示 在全球金融中心表現基準方面 紐約的總體競爭力得分 升到了60分 跟倫敦分數持平 新加坡 法蘭克福 巴黎和東京 畏居之後 倫敦金融城說 在倫敦上市的國際公司數量 正在下降 倫敦正失去它的競爭優勢 有英國金融業的人員呼籲 加快金融改革 僅僅上市規則 而之前英國脫歐導致 倫敦跟阿姆斯特丹 巴黎和法蘭克福等歐盟的 金融中心形成了競爭的局面 我們在這個消息 並沒有談到他們如何談香港 但是香港的IPO數量 在過去幾年常常都是全球前三 又或者是市場保持第一名的 雖然這兩年因為疫情的關係 有所下降 但我們來看一下 在香港方面這段時間 因為經濟慢慢地回來了 大家都說樓價的發展是一個指標 樓價越來越看好又升市 但是這個升市 大家也是在關注 能夠一直上升嗎 首先從這兩個月看起來 香港的拆想估價數就說 上個月私宅售價指數爆345.9 按月升2.22% 連漲兩個月 還也創下了四個月來的新高 各類的戶型當中 以中小型單位的升幅最厲害 這是已經成為是上個月上升的火車頭 中小型單位 業內人士指出 香港的洗口還是有上升壓力 上半年樓價預料是橫行發展 預料下半年才有明顯的走勢 雖然是這樣說 但是標普這家評級機構認為 香港樓價今年最高 可能會有8%的升幅 他們預料今年香港樓價 會反彈5%到8% 那麼今年年初看跌的高利機構 也認為香港樓價不是下跌 今年會上升 他們的估計也是看升8% 而且便是說 從3月分開始到第二季度的樓價升幅 跟成交量增幅會進一波擴大 他們也談到了 香港的樓價重拾升幅 主要是因為全面富長通關 待望了樓市的氣氛 同時釋放內地客羈押的需求 加上發展商積極推盤 刺激了一手交投 還有政府早前下調 從價印花稅的稅階 加上美國放慢加息步伐 都減少市民的公樓憂慮和壓力 實際情況還是要看 就是這段時間 政府如何看房屋的供應 土地的供應 這是一個很關鍵的指標 感謝收看 我們再會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李宗盛